论坛里面 所以如果你有加进来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那我们的那个论坛是放在云端 这边有一个教学论坛 你点击之后的话 这个第一个连结 如果你有加进来的话 那应该可以看到每一次上课内容 我也在往后呢 每一次上课之后 会把那个影片的连结贴到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基本上我会给一个上课内容 第几次上课 然后连结在这边 那你当然可以点击它之后 也就可以看到那个上个礼拜的上课 的那个影片的清单 那当然你也可以从头到尾看 你当然也可以 针对你比较不熟的 比如说上个礼拜 你可能针对VBA部分比较不熟的话 那你可以就是从那个VBA部分的话 再重新复习过了 我想尽量这些东西一定要熟悉 主要原因是因为VBA 就神式设计 他要求的就是完美 也就是你不能写错任何一个 哪怕是一个符号也好 或者是拼错一个字也好 它就会造成程式的错误 OK 那就变红色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将来写程式都很顺利的话 那一定要记得一些相关规则 虽然规则不多 但是还是需要把它记下来 还是需要熟记 如果你以后希望能够将来在撰写VBA是很顺利的话 基本上这些都可能有必要了解 另外的话 他们还有讲到有关那个录制剧集 所以录制剧集特别注意 往后如果很多程式你不会写的话 但是你会用滑鼠键盘去点的话 你可以透过录制剧集 它会帮你把那个你的滑鼠键盘的动作 把它怎么样变成 有点像翻译成VBA的程式 那些VBA程式的话 将来你也可以拿来用 OK 也就是说你有些部分不会写 你可以用录制的 然后再把你会写的 把它这个两个合为一的话 可以产生一个你可能要做的那个功能 OK 所以有些东西 假如你程式不会写的话 那至少你要学会录制剧集 不过录制剧集不能乱录 特别是 我上个礼拜特别强调 你一定要怎么样 先彩排一下 确定那个动作 你每个每个动作都OK的话 再开始录制 另外还有一些快速键 尽量用快速键 因为你如果用滑鼠这样选的话 它录下来的程式会一堆 而且有一些是不需要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用滑鼠选的话 它那个范围就固定了 那如果你用Ctrl Shift向下的话 它以后它会向下就向下追踪 也就是以后你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假如有增加或减少 它也会跟着改变 这一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都是小诀窍 你不这样做 当然也可以把程式录出来 可是问题是将来你要去执行 聚集的时候问题就会比较多 所以我大概把一些 可能遇到的状况都会讲 另外的话就是加上按钮 加上图示 图示其实也可以去执行聚集 也可以执行VBA 这些我想慢慢要熟悉 就是怎么样加一个按钮 然后按下它 它自动会帮你把程式再跑过一遍 另外的话就是VBA的相关环境 它有输出资料 输出公式或者输出资料 后面我们会讲到所谓的储存格里面 所以储存格在VBA里面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记得一个物件名称 就是Sales OK Sales的话指的就是储存格的集合 那瓜五的话哪一列 比如说第一列的第二栏的话 那这个值哪一个储存格 第一列的第二栏 那就是什么 B1 B1 对不对 因为它是先 理论上当然是我们看是先篮在列 可是Sales刚好颠倒 另外的话 Sales它前面这个数字通常是数字 可是后面如果你不写2的话 你也可以写成双一号 这样B也可以 OK 所以这个大概有个概念 因为上礼拜已经讲到Sales的物件 Sales非常重要 因为最基本的储存格 也就是你将来你东西要丢到哪一个储存格 你跟他讲一下 他就帮你把资料放到里面去的意思 OK 所以往后的话 当然你知道的VBA的物件越多的话 那你可以控制的范围 当然也就越大 OK 所以今天的话 接下来 那我们接着接来看 另外的话 我们云端上面云端白板 那也有上个礼拜写好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上个礼拜的东西 假如说没有存到档的话 你也可以到云端白板里面 找到对应的那个蓝色的这个档案 打开来里面的话 只有我们上个礼拜做的 包含就是说我们的相关的公式 或者是VBA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截图都在这里 包含上个礼拜录制聚集 怎么做的一些大概的画面 主要的画面都在这里 那另外的话就是丢那个公式 丢到哪里呢 丢到储存隔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讲到VBA 所以我是把前面 第一个这个地方是REPD加尔伦 变成TESC 再变成聚集 聚集的话就按下去 有没有清除掉 然后又开始帮我产生结果 这个是录制下来 所以录制产生按钮 上个礼拜的部分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丢结果 到储存隔里面去 OK 不过有点小小的当 OK 他可能还在跑 那OK的 清除 所以他可能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把什么 把上个礼拜最后的话 清除 这个还没写 那我们上礼拜上就写了一个 丢公式到储存隔里面 OK 这个范围里面 假如我丢什么 丢公式到这个储存隔里面的话 我写了一个特别注意 这个程式的话 第一个呢 我们是什么 负回圈 然后呢 变动它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怎么写 那这两个 跟那个丢公式最大不一样 这个丢公式 直接把公式丢到储存隔里面 那这个按钮 按下去是最后的结果 就不是一个公式 那另外一个清除 这个待会来看 所以请各位呢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 的这个档案呢 先开启到 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待会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有关那个VBA的部分 所以上面好像会有个 跳一个按钮 大概位置应该是在旁吧 也就是说在 大概这个上方有一个什么 启用内容 如果你里面有写VBA的话 他会跳你一定要按启用 不然的话呢 如果没有启用内容的话 他就不让你去执行 所以刚刚同学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好像我把它关一下 如果关起来 储存一下 如果我把它重开的话 他一定会跳出什么呢 启用内容的那个讯息 所以那个内容部分的话 假设你们重新开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就是比如说你每次写的VBA之后的话 他都会跳 OK 启用内容部分 OK 我看一下 我重开一下 我好像刚刚我已经按了 所以他也没有再出来 大概位置会是在这个中间的地方 你们大概看一下 有个启用内容 你一定要把它按下去 否则他就无法让你实行 当然如果你将来不希望说 他每次都开的话 你可以什么 聚集安全性 开发人员这边有没有 聚集安全性 你可以把它改动一下 开发人员里面的聚集安全性 他预设是停用所有聚集 但是他会通知 也就是你通知你 你要不要开 由你来决定 但以后如果说你说 老师我以后不要再问我了 直接就是执行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启用所有聚集 但他会没有刮骨 因为假如说 你那个VBA里面 如果有病毒的话 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 一些问题了 OK 所以理论上 不太会动这边 OK 但如果说你基本上 应该是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启用他吧 以后他再也不会问你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最早有一段时间 有很多的聚集病毒 但是后来因为有这个功能说 聚集病毒也混不下去了 所以没有人会写聚集病毒 所以基本上 应该不太会有那种 这个病毒 不过理论上大概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刚刚同学 按了之后没反应 记得要启用黑龙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礼拜 大概我们就丢公式 丢公式的话 就是把什么 把我们原来的那个TES 这个公式 把它丢到哪里呢 这个公式 把它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丢到哪个储存 丢到这边呢 我们是把它丢到这边 但是不是只能丢一个 我们要丢什么 把它整个全部 所以如果我们要全部的话 从第几列 从第四列 到第几列 Ctrl向下 到103列 Ctrl向上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需要什么 如果你只丢一个 那不用跑回圈 如果你要重复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一定要学会所谓的回圈 为什么回圈的话 就重复做的意思 也是从第四列到第100 03列 帮我做一样的事情 帮我做什么呢 把刚刚那一串公式呢 丢到我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他就会自动帮我全部丢了 那就OK了 清除的话也是重复做 重复做什么 把这个范围里面呢 全部丢 丢什么呢 丢那个空置串 空置串就两个双以后 里面不要放东西 那这个就是等于是清除了 把它清掉 那所以城市该如何撰写 特别注意 慢慢各位要习惯 要熟悉这个环境 一 请各位记得开发人员吧 把它开起来应该没问题吧 这边上面的这个箭头 其他命令嘛 制定功能区 里面的话有个开发人员 这要打勾 他才会出现 那因为我们这种环境会还原 所以呢 每一次你可能都要设定一次 也不过也还好吧 反正就让你练习 那你回到家呢 应该你电脑不会还原 所以你回到家有开的话 以后呢 就不用再开了 OK 那理论上呢 如果你电脑是有开启这个功能的话 表示呢 我想你应该在使用ESL的 跟别人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之前有同学就会观察 身边的同事 有没有开的功能 有开跟没开 应该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没事干嘛开它 表示你应该会嘛 对不对 OK 所以有时候从细节里面 如果你是主管 你可以看一下你那个 底下的Member到底有没有 学会一些程式 至少我觉得这个功能一定要会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切到VIOVAC 所以切到这边 所以慢慢各个习惯 它会跳起来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缩小 缩小的主要目的就是 你可以一边看 你要写什么程式 再把它写到这边来 那写的位置记得 以后反正一定记得就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我们Module 1是录制的聚集 Module 2的话呢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写的程式 那我写的程式的话呢 基本上 那还记得吧 我这个门号跟这个青竹先拿掉好了 我们主要是写这一段 但这一段字太小 我上礼拜讲过嘛 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选项里面有撰写风格 你可以把字呢 先放大一下 否则这字太小了 OK 那你要更大一点OK 好 那里面要放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要撰写程式的话 我先把这个删掉 我再把它回顾一下 那特别之后 以后Module里面一定是空的 所以请注意呢 以后你的VBA程式 请各位记得吧 就写在模组里面就对了 你不要写在别的地方 OK 大概是这样 其他地方能不能写 可以写 但是不建议 会有问题 OK 写在模组有没有问题 基本上没有问题 OK 那它的结构一定是先插入一个程序 游标先放这边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就叫做门号 门号底线公式 因为我要丢公式嘛 然后一个SAP按确定 然后再来的话还记得吧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结构一定是一个SAP 然后名称在这边 一个小刮户 Andersap 里面就是我要写的程序 我要告诉他 我要把公式丢在储存格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SAL 有没有刚刚打SAL 哪一个储存格呢 第四列的 依然 OK就直接这样打 所以这个还蛮熟练的 记得不要打错 另外SAL一定有S OK 记得蛮多东西少打一个 那等号后面 就是把后面东西丢进来的意思 丢什么呢 先两个双等号再说 这个当然目前的这种写法是清楚 可是我要什么 我要把公式放进来 那公式放进来还记得吧 一先把前面的TES 这里面的公式把它复制 复制起来 二的话呢 把它贴取消 记得取消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的话 你要切过来切不过来 为什么因为优标还在这边 所以取消掉 复制公式 切到这边来 把公式贴上 不过特别注意 贴上之前 请注意 因为贴上这一串公式里面 因为它里面有双引号 那外面有双引号 他会搞不清楚 到底这个双引号是 外面VBA的双引号 还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所以我讲过 你要贴之前 如果有双引号 你可以用一招 这一招我是觉得还蛮好用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记事本 所以你可以用那个 附属应用程式里面的 那个记事本 然后把它做什么 做取代 所以这一招恐怕要记下 因为以后都会 不断的用这些方法 用在写VBA的程式上面 你可以不用记太多 但是基本的这些重要的部分 一定要记手 所以取代 编辑取代 或Ctrl加H 我习惯是CtrlH 一个变成两个 这样子 全部取代 OK 这样就OK了 你不要再取代了 OK 然后把它复制 或者减下也可以 贴到VBA的后面 这样都OK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RUN它 不过RUN它的话 因为目前只有一列 它会过来了 不过位置好像 之前我刚刚改过 这个上面少了一列 好像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 应该是不是二 应该是四台队 所以这边 其实也可以手动改一下 如果你有把它改回 如果没有问题 应该就OK 把它直起一下 然后丢公式到这边来 OK了 但是如果你下一列 怎么办呢 当然 你想说 复制上面 Ctrl C Ctrl V 那当然理论上 你会想说 再来一个5 对不对 不过你会发现 5的话 你要改几个地方 你要改很多地方 改四个地方 5可不可以执行 看一下 执行5了 6的话 也继续6 可是问题 如果你继续贴 103 你要贴到103 那倒入你图法令 刚来了 就好了 所以接下来 你要学会什么 回圈 那回圈什么意思 回圈基本上 就是要在这边的上面 我先打一个回圈 回圈的写法都蛮固定的 以后都会这样写 所以回圈的写法 请各位也要把它稍微记熟一下 因为以后你写VBA里面 一定会是连续的范围 而不是单一个储存格 如果单一个储存格 这样就OK了 但是理论上通常都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那你可以写什么 4 OK这个可能要记熟 列的话通常用一个变数叫I 那这个I的名称不一定要叫I 不过通常叫I 它等于什么 等于第四列空一格到103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这样OK了 NAS是下一个数字 意思是NASI的意思 下一个I 所以它会先从4开始 NAS之后变成5 NAS变成6 一直到103停下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怎么 就把刚刚你写的这一串 把它丢到哪里 丢到它的中间 并且把4改成I 记得我的习惯是把它拖拉 选举拖拉 然后因为它要下一阶 所以按一个Tab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一目了然 一阶一阶一阶的 OK 阶层概念恐怕也要稍微熟悉一下 但是目前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你把前面这个改成I的话 那意思是说 把这一串公式 帮我丢到前面来 那它会第4第5第6 一直往下到103 但后面没改 我们试一下 你会发现 后面没改的结果是说 它都丢了 但是问题呢 它每一个都丢一样的东西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意思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如果每一个每一个都要改的话 那应该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三个是 势必要把它改成I 但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是一个文字 一个字串 一个连续的 一串 一串串在一起 那如果你要放个变数在里面的话 最关键地方来了 上个礼拜讲过 你一定要熟悉的 如果你实在是记不起来的话 有一个口诀 我上礼拜讲过 有没有 先找到立号 这个是 那因为我要把它切 其实先两个双号 这两个双号意思是说 本来你们是接在一起的 现在我把它切开来 就跟蛋糕一样 我把它切成两块 那我中间要放个东西 在中间 那那个东西叫I 那因为我要跟它串 我不能直接放到I在这里 这样不对 它不接受 它的规则一定要什么 串接 跟那个 Excel里面那个 and的符号一样 所以and的两个 然后再一个I就可以了 因为 VBA里面的and 还比较麻烦 前后要空白 所以你就空白 空白 空白 这样就OK了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我上礼拜有讲过 你实在是记不起来 到底为什么 你还是被口诀算了 1 找到列 列号 列号位置 2 双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 然后把and 空白一下 这样就OK了 其实还有更快的方法 因为这个 跟这个长的一模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干脆你复制 把它直接贴到这个4上面 不就OK了 这样更快 不过前提是你要够熟练 这东西非常容易做错 但是如果你做对了之后的话 那你的结果就OK了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 马上OK了 你可以看每一个每一个 它会变成F4 下一个F5 因为这三个都是跟着I 所以它把I要放进来 那每一个每一个变动 到103就停下来了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再来的话 写清除的话也非常简单 清除的话 其实只要把这个公式复制贴上 我习惯是选取 托拉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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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托拉加托拉加一个托拉加一个托拉加一个托拉加就复制贴上 然后把这个其实你有时候不用重新擦你这边改一个清除就可以了 这两个字直接打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非常好非常好写 就是把什么等号后面这些 本来是丢一串公式 那现在丢什么 丢两个双等号就好了 这样就清除了 OK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清除看看 清除 好全部清除了 OK好所以丢公式 清除 OK好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个地方的话最重要的 一我再把 请各位一定要写在模组里面 二插入这个程序 名称叫门号公式 上礼拜就写过了 只是再把它复习一下 然后三的话就是在这个后面 记得贴公式 记得一定要把一个双一号变两个 那最简单的方法请你用祭祀本 贴过来 然后在外面包个回圈 那清除的话就是把上面 复制下来改 后面改成没有就好了 OK或者有时候习惯 你看到颠倒写 先写清楚 再写门号公式 也是OK的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城市虽然不多 但是都非常重要 因为你这些城市 假如不能够很熟练 并且正确的打出来的话 那以后呢 你要运用这个VBA 做更复杂的事情 那会相当的相对的会有问题 因为未来你在使用这个VBA 最重要的了 我刚讲过最重要就一定要了解Sales Sales加S 刮虎裂跟蓝 这个应用的方法 把后面东西丢到橱犬哥里面 所以Sales物件一定要先熟悉 第二个的话呢 就回圈 Fall回圈 这个Fall回圈非常的重要 因为将来你要做自动化 一定会是 不可能只有一个储存格 通常是一整个范围 那一整个范围 你要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一定就需要有一个Fall回圈 帮你把它连续用完 所以请各位出去看吧 OK 那如果城市撰写上有问题的话 我在云端上也有放完成的城市 如果是OK 你可以在云端上复制贴上也可以 复制贴 至少你要知道贴哪里吧